县长许说华来水里 在展望会人员的陪同下 参观学童生活环境 并听取台湾世界展望会简报 了解展望会如何与部落妈妈 打造原乡 蔬菜乡 提升部落家长 经济能力 许县长表示 台湾世界展望会 二十多年来关心南投偏乡 贫困家庭 感谢他们对弱势的付出与关心 县府希望结合他们的经验 吸引青农返乡 照顾更多偏乡孩子 台湾世界展望会常年来 不管在我们的国际 或者是国内做的非常多的 这些的幼儿的关怀 或者是一些相对的脱贫的计划 愿意特别来到我们水里的学生中心 他们在水里这边 最主要所服务的对象 就是我们来自信义乡的孩子 那很多这些都是中低收入户的 目前在我们的这个学生中心 有二十九位 都是在我们的水里国中来就读 最重要的 也能够在我们各个志工的一个教导 还有在很多老师用心的课后的辅导 让很多孩子更能够正向的来面对他们的一个人生 今天早上我们同时也到了水里国中去看了一个我们的同学 那刚同学的家里面也发生一些的变故 但是他非常的正向的面对他的人生 他也是目前就住在我们学生中心的孩子 所以我相信呢不管是从教会 不管是志工的辅导都给他很正向的力量 让他在各种的这些的语文的竞赛当中都有得到很好的表现 那除了这个之外在偏乡里头 劳动力不断的在减少我们做劳作的妈妈呢 平日呢他们的工作的收入 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那透过呢我们市展会的一个辅助计划 赔力计划 让他们的产品得到最好的一个品质的改善之后呢 能够透过行销的平台来提升他们的这个经济力 我们双龙的健康的这个蔬菜香呢 已经过去从10箱20箱 现在已经到120箱 可以说让我们很多的社区妈妈都相当的开心 那最主要的我想透过这些的赔力计划 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的农村的妈妈呢 提高竞争力之外 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的社区呢 更加紧密的结合 我未来会跟市展会呢 做长期的合作 例如我们现在县政府一些的教育的工作 还有青农回头的部分呢 我们都会投入更多的资源 那政府我们的资源在结合市展会的经验 还有他们的庞大的这些过去所累积的资料库 我相信呢对我们南投县未来在孩子 在偏乡的各种的提升上面 都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那再次来感谢市展会 数十年来在南投县所做的付出 也感谢他们一直长期在关心我们的孩子 还有帮助我们的社群妈妈 提高他们的经济力 展望会长李少林表示 展望会的服务 以孩子的生活与教育为优先 再来做家庭的配力 希望以专业的团队 与丰富的经验 作为政府最好的帮手 让在地的暗家与弱势孩子得到最丰盛的生命 展望会在台湾已经接近六十年的服务的历史 所以我们对在地的需求 不管是我们服务的个案 孩子或是到暗家的需求 我们都非常的了解 募集来的资源 我们也都是用在孩子跟家庭这个重要的需求上 我想第一个 绝对以孩子的生活教育为先 再来就会是做家庭的配力 我想家庭经济功能的建立 这个对整个社区的健康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想我们也是县府最好的一个伙伴 因为县长本身是一个政府官地方官 他对全县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发展跟落实 有绝对的责任 但是我想板废待举这么大的一个县 有这么多的需要 那展望会会根据我们 依据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 成为县市政府最好的帮手 那随时有吩咐 就请县长让我们知道 我们愿意成为伙伴 让在地的暗家跟弱势的孩子 得到最丰盛的生命 台中斯恩堂牧师杜明达表示 原住民种植的蔬菜 在展望会辅导下品质越来越好 有很多教会成员捐款认购 期待有更多机会与南投合作 一起支持原乡蔬菜乡 南投有非常多非常好的这些原住民 他们的蔬菜 也在这些展望会的辅导之下 就有越来越棒的生产 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在南投 我们可以一起的跟南投一起来合作 南投本身也有很多好教会 那我们希望这些教会 也一样发挥这样的力量 让南投的产品在南投 也在台中也在全台湾 很多的县市的教会当中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推展 让大家一起来支持南投 其实我们都是受惠者 很感谢南投 谢谢南投 展望会帮助15户家庭 开发原乡蔬菜乡 打造行销通路 以新鲜 安全 无独的蔬菜乡 朝永续经营的生产方式迈进 新鱼香菠萝妈妈也特别赠送蔬菜香 感谢许县长的关心 以及展望会的照顾 记者双天佛水里香采访报道